你好,武尼政經阿威,大家好 這部片播出是1月27號的威,大家好 這次我想說一套電視劇《旁觀者》 我看了19集,大結局我還沒看的《六可黑》 這部片播出的時候已經大結局出了街 這套劇也是我會很讚賞的一套劇 我要給它很高評價 雖然我還沒知道結果 但是令人有很多心思 這套劇很多都是值得讚的 不過你可以說它是一套變態劇 因為是講一個連環殺手的故事 一個戀男但又是連環殺手 就是它殺了很多人 但是它殺人是有一些原因 但是一個這麼變態的殺手 你看上去又不是這麼接受不到 因為它的編排有巧妙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 何志剛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鈴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或晚上 看看有什麼片出 叫大家跑一下 Chanel的新歌出了九天 就67萬 我會覺得成績不是很好 但是我相信它一定超過一百萬 但是Chanel去了外國讀書 的確聲勢是有滑落的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有時候我又不是很喜歡 我們正常人在笑 就是姜濤肥 姜濤真的很多相片都很肥 但我知道姜濤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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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你可以说,亚洲超声团里面有个爱河是人妖样 OK,你这样说是对的 你说亚洲超声团里面那堆人里面有人是人妖 那你笑,这个Miller是人妖 其实现在TVB就一样捧人妖,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我觉得 亚洲超声团有几个一米八八的江讯禧,香港的张浩廉 那些高度我又不觉得他人妖 而且我觉得那几个高得来都挺英俊的 能人所不能 我真的没有一米八八啊,老友 当然,你说ERROR有个叫193 一米九三,那一米九三 但是那个人的样子很坏 高得来是坏格 只能放在ERROR上 放不到他在Miller 样子坏,口贱 即是,只有个高字 但不是哦 亚洲超声团高的那些,真是有英俊又高的哦 老实实 跳呢,也都跳得很厉害 这班人,老实实 唱歌呢,我真的分不了 因为整天都一起唱就没什么solo啦 无论怎样都好 一批呢,亚洲超声团呢 质素呢,是高的 但是我相信未来呢 在香港推的呢 我想就 我想都是香港那九个选手在香港啦 其他那些呢,都去了大陆的啦 将来不会整天下来香港的啦 所以那九个呢 其实现在训练到 都跳得唱得啊 即是Archie唱得啦 丁子浪都跳得啊 唱得也不太差 那我觉得呢,都 这九个,其中有张浩廉 真是很高的啊 澳门有个呢,江讯禧啦 懂得讲广东话 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呢,都真的 香港这一代的男孩呢 我觉得是有得捧下 有得搞下的啊 咦,我们讲回旁观者啦 因为呢,真是这套劇呢 我,呃 我看得不会觉得辛苦 而是觉得这套劇很精彩 这个呢,我是真心觉得的 即是呢,我经常都说了 呃,香港的电影死亡 是因为香港电影呢 昂贵啊 亦都是香港人没有那么多余钱 入去戏院看 即是你一套制作不是很大啊 可能是纯港剧情的 那样 那你那些这样的片呢 如果是价值不大呢 那你说都六七七八十元一张票 那样,两夫妻进去 八五六元那样 其实很肉赤的啊 那我讲回事实啦 所以呢,香港人呢 就不是那么入戏院的了 这一代来说 但是呢,如果你说看港剧 TVB呢,仍然是有一定的市场啦 那不需要再讲新闻女王啊 那样各样东西 但是你说旁观者这套劇 是,应该就是可以说一句就是 曾志伟呢,入主了之后才是 拍摄的,在2021年 那么呢,其实这套劇里面呢 后面都是经过呢 出品人是许图啦 那样,就是说呢 TVB现在的 好像是行政准裁还是什么呢 就是许,TV,就是啊 曾志伟上面那一个就是许图啦 是吧 那但什么都好啦 其实他 其实他在曾志伟刚刚啊 就是说 呃,这个上海那边啦 呃,就是他刚刚拿到香港 就是TVB控制权的时候 狠拍一套这样的剧呢 我觉得呢,真的 是值得抵赞的 因为这套剧呢,很大风险 哈,因为呢 是说呢,呃 就是你看到呢 吴若禧呢 就做很阴险的女人啦 哈,跟着呢 就是啊,周柏豪呢 就做连环杀手啦 还有罗天宇呢 是扮周柏豪 做连环杀手 就是呢,有三个变态人在里面的 跟着呢 说,啊,啊 这个周柏豪是变态 但是他变态背后呢 就是他呢 就专杀一些呢 社会的败类 就是譬如说,举例 有些战男呢 他令到那些女人很喜欢他 他很想 控制那些女性的时候呢 逼到那些女性呢 为他去杀人啊,甚至自杀啊 那些东西 那那个战男呢 有时候 嗯 对他那些女性玩过之后 可能 哦,搞大你的套 你就去下咯 那些 就是,做尽这些呢 玩弄女性的行为 那,因为你弄死了太多人命呢 周柏豪就看不过眼了 就可能呢 就杀死 这些呢 战男 那对香港司拉来说呢 你杀战男 就是那些呢 譬如说,举例 那些 一个男子 一个搭两船 这些呢 可能那些司拉都觉得 哎,不用死的啊 但是你 你逼到那女子 为情自杀 跟着你说 哦,死就罢了 那这样 那这些这样的战男 对司拉来说呢 十分之痛陷 你看到啊 暖男 周柏豪 杀一个这样的战男呢 密秋成的啊 那些,我想那些司拉看上去都不反感的啊 所以这部剧呢 那个 港年还杀手呢 他说得来呢 就挺巧妙的 因为他 周柏豪杀那些人呢 真是个个仆街到不痠的啊 真是不知 其中有一个是戀童啊 就是逼死了他那个成年的女儿 那个女儿呢 见到他很害怕 跟着呢 见到他爸爸出回来 因为 可能由小到大都被他性侵了啊 所以呢 那个男人是一个戀童犯 就是小时候开始就已经性侵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个女儿就离家出走 但是见到他爸爸之后 吓到就跳楼死了 那么他觉得 哇,这个人 周围去啊 去找那些小朋友去侵犯的 那样 所以周柏豪又是 哎,我顶你不信了 周柏豪杀的对象呢 多数都是男的 就没什么杀女的 那但是其中一个呢 就杀了一个神婆 那神婆呢 就指使 误到他妈妈 不用一些正常的方法 医他当时的疾病 那所以他妈妈呢 就虐待他 那神婆呢 也都摆明就是说 希望用一些迷信的方法 去医他的病 医他不好呢 就可能那神婆就说一些东西 就说,嘿,你妈妈不够虔诚啊 就想着呢,直着 用这些误道的方法 误诈的方法 令到周柏豪呢 病医不好之余呢 更加呢,被他妈妈虐待 那后来呢 周柏豪呢,呃 他后来 成年了之后 见回这个 曾经令到他妈妈虐待他的女人呢 他就第一次杀人 就杀了啊 好过神婆了 那你会觉得,看完 咦 他杀那些,就算杀女人 那个女人都很坏的哦 因为他不断去误道那些迷信的 婦孺 让那些婦孺呢 就 成日虐待他们的子女 他不止 误道一个嘛 是不断误道不同 迷信的婦孺嘛 那香港社会都有不少人是迷信的啊 那无线都推广一些迷信节目啦 就来过年 那无论怎样都好啊 周柏豪呢,是一个呢 暖男 他爱上了啊 这个的 黄敏逸 黄敏逸的女主角呢 第一次做女一啦 黄敏逸是 其实是一个呢 第一 当年他的状态挺好的 2021年 真是挺漂亮的 那另外 黄敏逸呢 他做一个呢 高敏感的 呃 我想是警察啦 就是他的专长就是查案啦 但是两个人呢 就有磁场的 总之呢 他觉得呢 周柏豪这个人呢 他杀人 就是他不知道他杀人啦 总之觉得周柏豪这个人呢 就很平和的 所以呢 他就算高敏感都好呢 他感觉不到他泪气 所以呢 慢慢被他吸引啦 他又很爱 就是他很关心人啊 又或者甚至他对人都很有良度啊 甚至他特别对女性大部分情况都会是 我想他女性犯错他很大容忍 不会亂杀人 就是他对女性很少杀 出手杀人的 除非那个女性真是坏得好像神婆啊 骗钱啊 害死 害到那些小孩很惨啊 那样 那样 很少有杀女人的 所以呢 那些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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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一些音频 让你听到 里面放一些秘密信息 然后洗人脑 然后直接洗脑去控制人 所以吴若熙在一个角色里面是一个很邪恶的人 但是周柏雄他拍拖一直都不想杀 所以周柏雄这个人很过瘾的 他对女性的包容度很高 他真是一个暖男 吴若熙很明显是一个加害者 他误导很多人去害人 他都不出手杀吴若熙的 死忍难忍因为跟他拍拖吧 但是到最后呢 因为呢 罗天宇呢 是去扮他 导致于呢 都很多的问题爆出来 罗天宇就是黄敏逸的一些警察的同事 但是罗天宇学了周柏雄去杀人 各样东西 所以查查一下呢 很多东西都爆了出来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周柏雄的身份呢 被女朋友发觉了 最后他应该怎么做呢 第十九集呢 就说他呢 说好像想杀杀黄敏逸 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是真事的 就刀了他一针 但刀了他之后是什么针呢 我想呢 大结局会说了 我不爆了 总之这套剧呢 始终令人去反省一样东西 就是 人有没有权 去判人死刑 你不需要肉身去判人死刑 但是如果你说咬死这个人一定是坏人 你在你没有足够理解之下 你强行断定他 诬告他 判他 社交死亡 这个是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呢 呃 这个世界呢 《圣经的教》不可论断人 不可杀人 但是呢 就是说 人生始终都要论断的 有些人是坏人呢 你要骂的 但是你需要呢 就是你要有高的判断力 你不可以乱做判断 原来你没有那个判断力的 你要承认自己有限制 就算我判断力高 有时候我骂啊 叶楼啊 嘎嘎嘎嘎嘎嘎嘎 或者骂啊 林郑嘎嘎嘎嘎嘎嘎嘎 但是我都是 经过很长时间 深思熟累 才去骂的 就是人生不可以不做任何判断 或者不骂人 但是 你要骂得准 就是我会认为呢 我赞成死刑 但是呢 应该要给呢 一个很 对的结构 才可以执行 就是这个我认为 就是我不是很认同 可以 随便去 亂杀人 或者我们普通平民 去做这个 执行死刑的决定 但是如果你说 ,如果一个社会机制 有一帮啊 呃 合理的就是 的法官 按他的理性 判断了有些人是应该要执行死刑的 比如说一个连环杀手 我觉得我是赞成死刑的 但是这部片最后结局 究竟他是不是一个反死刑的呢 大家看大结局 看看是不是他这样看 呃 我 我认为不应该无条件取消死刑的 死刑的 但是呢 执行死刑要很慎重 这部剧就讲了 就是原来你有很有正义感 你看不过眼那些坏人 你都不可以随便去执行死刑 那我们人生会不会 对我们身边的人 随便去骂他啊 或者是做一些错误的偏见 判了人死刑呢 那我们很多东西都很值得反思的 先说到这里啊